幫我們看這個第九題 他指一公正的骰子4次 這是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他說 試求1 點數越來越大的機率 我們現在先求那個樣本空間的那個樣本點數 我們現在來看 只是骰子4次 那所有的情況是有多少呢 就是說 第1次的骰子 可能1可能2可能3可能4可能6 所以有6種情況 所以這個樣本空間的點數 他的那個 總情況數 第1次的話有6種情況 第2次6種第3次6種第4次 所有6的4次方總情況 好我們來看第1題 第1題的話是說 越來越大 那這個事件我叫A 這個事件他說的狀況數是什麼樣子 他是說 我假設 只是第1次 是A1點 然後第2次是A2點 因為他越來越大 所以呢 滿足這個 A1點 A1點 這是第1次指的點數 第2次指的 第3次第4次 他越來越大 那這個我們知道 他的狀況數呢 就是6 6個號碼 取4個號碼 比如說甩出來的話 他越來越大 比如說這是 1 3 4 6 6 C6取4 就是6個號碼 他取4個出來組合 也就是說 像 4 6 3 1 這歸類成的這種 等於是 1 3 4 6 不做排列 凡是你抽出 這四個 數字來的 都是屬於 這一種情況 所以是 C6取4 好 那我就知道 這個 DNA是等於 C6取4 那這樣機率就算出來了 這PA 這邊齁 就等於 6的四次方分之 這個C6 C6取4跟C6取2 14 好像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把它算出來 這等於 6乘6乘6乘6 他就知道 這是 6乘5 這2乘1 那就給他越分 那越分的話 知道 這是 12乘以36 8分之5 那12乘以36是多少呢 這是 36乘以12 等於432 所以這是 432 分之5 好 那再我們看 第2小題 第2小題是說 這個 恰有兩次 是同一個號碼 可能這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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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幾種狀況 可能狀況就是 4取2 4次取2次 那4次取2次的話 那比如說 這兩次相同 它有可能是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6號 所以是 C6 取1 好 那比如說這個是取完了 比如說同樣是1號 再來的話 這個號碼 這兩個號碼 跟 跟1 不一樣 這兩個號碼 要取其他的5個號碼 出來做排列 其他5個號碼 取2個號碼 出來做排列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號碼 彼此也不能一樣 所以要做排列 這是P 5 就是 除了1以外的其他5個數字 取2個數字出來做排列 那這個 這個又是 V的狀況數 這個我們叫做 N1 那這樣算出來多少 算出來這個是6 所以6的平方 乘以5乘4 再除以2 所以應該是 360 那這樣我就知道這個 P 這個V 就等於6的4次號 6的4次號碼 6的平方再乘以多少 10呢 這是10 那約掉兩個 那就是36分之10 約掉 25的10 286 所以是18分之5 咦 那怎麼勒 差個2分之1 這個 這一個 36分之10 36分之10 這個36分之10 36分之10 36分之10 這是6,6 這個不用除以2 因為這是排列,不是組合 所以這裡算錯了 所以這應該多少呢?應該是等於720 這個不是乘以10,這是乘以20 所以這個應該多少呢? 應該是三十六分之二十 四五二十 四九三十六 所以是九分之五 這是排列,不是組合 組合常常用 好習慣 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它是說 最大數字是4 那這個4件我叫做C 那這種方法數有幾種? 我們這樣看 就是說4次可以填1到4 扣掉多少呢? 扣掉填1到3 為什麼? 因為他說最大是4 也就是說這4個裡面 至少有一個是4的 我們就扣掉沒有4的 所以沒有4的就是說 你從1填到3 沒有4 所以NC等於嗎? 就是說你從1填到4 這個可以從1填到4 所以有4的4次嗎? 扣掉多少? 扣掉從1填到3 就是沒有4的 沒有4的 所以等於啊 減掉3的4次嗎? 這樣等於多少? 16乘以16 好像196的樣子 這是6 663696 166 256 256 256減掉81 5 7 175 175 這樣我們就知道 在C這個機率 等於6的4次方分之175 6的4次方式等於1296 1296分之175 167 126 18 155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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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